王女士说 女儿已经成年 马上要工作了 可她还是打算给女儿过一下儿童节 打算买辆代步车当礼物 湖州德青县德青大道上有家湖州之星奔驰3S店 王女士在这里看中了一辆白色奔驰C260L 那天就在那个5月29号了 我们打算是1号提车 1号付为款的 然后那个销售这样跟我说的 他说反正现在30号跟31号呢 他说他们月底了要做账 要冲业绩了 让我们把钱交掉 票子开掉 那个销售主管还这样跟我说 他说反正这个对你们没有损失的 王女士说 当时她同意了支付了车辆的首付 签了合同 办了贷款 但没有马上提车 发票上显示 这辆车的不含税价为27万9千多 增值税为3万6千多 价税合计31万6千多 开票日期为5月30号 王女士说 原本打算6月1号儿童节那天提车 结果前一天看到了一条消息 31号那天嘛 我下午4点多的时候 我看到朋友圈在 在那人家都在说那个车购税减半嘛 5月31号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 关于减征部分乘用车车辆购置税的公告 写明对购置日期 在2022年6月1号至2022年12月31号期间内 且单车价格不含增值税 不超过30万元的2.0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 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 购置日期按照销售发票确定 如果我在那个6月1号来提车交钱的话呢 就是票子在6月1号开的话呢 能够省14000左右的钱 那4S店造成的了 我诉求就是他们要补偿我们 湖州之星奔驰4S店的工作人员 提供了一个电话号码 表示这件事由公司的冯经理负责回应 这个政策也是突然之间出台的 所以4S店方我们是没有事先知情的 不是说我们知情而不告知 这并不存在 冯经理强调王女士希望6月1号把车提走 因为涉及到贷款 根据流程 开票日期还是会早于6月1号 依然无法满足减免购置税的要求 这按揭必须要先开票才按揭 那么才放款 那么这种情况下面 那个就肯定达不到6月1号这个情况 王女士表示他们有能力付全款 贷款也是在销售的建议下操作的 冯经理认为销售提供的选择 最终的付款方式 也是王女士认可的 都是需要客户的一个确认 签字授权 这些过程一定是客户全程参与 并且是他是全程知晓的 我们销售主管对我们说的 他说这个发票开出来 对你们没有什么影响的 他说那最后还是给我们造成了影响 承诺算不算 口头的那肯定是有说过的 都没想到呀 基于当时的这种情况下面 我们的主管的这个句承诺 并不存在任何的问题 冯经理表示 公司愿意和王女士继续协商 提供部分关怀性的补偿 王女士后来反馈 塞斯健赠送了礼品 并退还了部分保养的费用 她接受了 女儿的这个六一礼物 也算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果 1818黄金眼记着报道 大家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感谢观看